这是一个点尾 但是它不正常 常规移速738 这个移速相当于一般脆皮的两倍 最关键的是追上以后 还能一刀直接给它秒的 太疯狂了 太离谱了 追的凯直接放弃抵抗 脸的飞 当场狗急跳墙 黄刀爆裂配宗师 让你一个追三个追得上 暗影战斧加无尽 让你追上了以后 一个打三个还打得过 没有人情味 丧失同理性的玩法 注定是疯狂的 但疯狂的玩法 胜得我心 那么教学开始 第一步 备将好这一套装备以及名闻 第二步 进冬皇 你知道点尾被冬皇反映的痛苦吗 第三步 准备完毕进入游戏 对面是阿柯打野 阿柯是100%打不过点尾的 所以本着咽过把毛的思想 说完自家野区以后 就去入侵一下 buff抢不到 抢只沈梦西也不错呀 但是小伙子不懂得感恩 他只看到了 朱老师反的那只沈梦西 却忽视了朱老师留给他的一整片野区 失去了感恩的心 这一波就没了呀 好 下路这里 看到锤子骂漏视野了 打紧很有想法 可惜了 那个草丛里是两个人 同经济下 一打二 不是谁都可以的 不了解对手 不一定会赢 但不了解自身 那必然会输 打紧这么年轻 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能不能快一点 你这样打在我心 痛战女神 很慢的好不好 言归正传 想玩好一个英雄 你必须要先足够了解这个英雄 像点尾的一技能 可以暂时免控 很多人不知道对吧 朱老师也不知道 不过 朱老师悟性高 所以一线就能长一致 中路又一次埋伏真击 这一次 朱老师直接溜了 对嘛 实施悟者为俊杰 打个亚瑟 这亚瑟 我笑了呀 兄弟们看个回放 当时这个亚瑟 肯定是想一技能 骚朱老师一下 再趁朱老师沉默的空档 从这个位置跑掉 但是没想到 朱老师见面就开大 而他的视野 突然就消失了 千军一发之际 朱老师到了红buff了 而亚瑟很不幸跟了过去 到了红buff这个窝窝里面 那不好意思 他就没得跑了 只能是被迫 跟朱老师决一死战 哎呦这年轻人 好年轻啊 经过了一同发育以后 此时点尾差不多已经成型了 一打三或许有问题 但是一打二 那就是so easy 我靠 就这么小的草丛里面 你们躲了三个人 还有良心吗 还有人轻微吗 不行不行 吃一圈长一致 咱们朱老师 不能再盲目进草了 眼睛瞪大一点 招子放亮一点 这一波看得很仔细 这个草丛里绝对只有两个 要是再大便活人 那就是外挂了 大招 自信回头 极限操作 冲头再来 朱老师百事不得其解 看了眼装备 这也没问题啊 按理来说 这个装备 就该和网上一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一路上熟悉到落 熟悉到落 三天三夜没合眼 砍瓜青菜一样尴尬上分 所以这一把是为什么 朱老师经过充分 幻且深刻的反思以后 决定把错误 归咎于队友 而且位置 还发出了严肃的警告 不过很快 朱老师就想通了 自家没蓝 可以去想对面的呀 老话说的好 世上无蓝事 只怕有心人 在帮助阿柯 缓解了一部分野区压力以后 朱老师终于起来了 攻击力 坦度和疑速都起来了 现在这个局面 才是这个玩法的精髓 就是打不过点尾的 还跑不过 跑得过点尾的 也打不过 像白利手约 是跑得过的 但是你看 就摸了他一下 他没了 再比方说阿柯 也是跑得过点尾的 但是柯柯啊 他打得不敢打 甚至于他想跑了 朱老师削位一个蛇皮走位 哎 还碾上了 再看亚瑟 那是既跑不过又打不过 所以兄弟们 什么是疯狂啊 这就是了 疯了鸭皮的同时 还狂得离谱 一波一打三三杀 结束游戏 送对面上路 送队友上分 看这乌乌乌乌的躺了一片 壮观吧 这就是点尾 但是高根据不是用 因为段位高了 点尾容易被秀